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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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源的观音区从前叫做观音厢 过去也称为观音庄 一个地理区域以一个大圣佛教里的菩萨来命名 这个地方和观世音菩萨究竟有什么关联性 这是干泉寺150多年的历史 是观音区的著名地标 也是居民旅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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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居民重要的信仰中心 相传在1860年有位名叫黄等的人在河流中捡到一个酷似观音的石像 于是将它放在路旁供奉斩 几年之间受到众人崇拜 称为石观音 而后建寺奉寺 寺庙原本称作石观音寺 即经当地乡生募款修善 改名为甘泉寺 随着归依信仰人数的增加 逐渐在当地形成聚落 地方称为石观音阶 后来发展成石观音庄 1920年 日本政府实行周听制度 删除十字 定名观音庄 之后改名为观音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佛教的寺院中 我们时常见到三尊大佛 助力在大殿中央 分别是中间的阿弥陀佛 以及左右两行的大势至菩萨 与观世音菩萨 阿弥陀经提到 在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中 斜式的两尊菩萨 一名大势至菩萨 另一名则是观世音菩萨 并称西方三射 嗯 没错 我的理解 若阿弥陀佛是极乐世界的校长 观世音菩萨便是教务长 当校长在这所学校的阶段性任务完成后 教务长就会接手校长这个任务 并与西方极乐世界成佛 难道观世音菩萨 会随着任何场景与心意 改变自身成为另一种形象吗 人人心中所见所闻的观世音 似乎有着各种多元的形象 在普门品中 描述观世音菩萨 具有三十三种化身 也有一部分的经典 因为它具有千百亿化身 或是认为观世音菩萨 本身即是佛 是过去早已成就的佛 其号观音佛 或好正法名如来 因是过去佛 自然不是我们这一世界的人 难道 它没有最原始的样貌吗 观世音菩萨随众生的需要 视线不同的身相救度众生 它可以是男生 也可以是女生 可以是老人 也可以是小孩 可以是商人 也可以是情感 运用各种善巧方便 来度化有缘的众生 寻生就苦 大慈大悲 牵手牵眼 观自在 Om mani baby home 善男子 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 受诸苦恼 闻世观世音菩萨 一心称名 观世音菩萨 即时观其音声 皆得解脱 观世音菩萨 在日本文化中 常见到的简称是观音 有人认为是在中国唐代的时候 为了避讳国家领导人 唐世宗的世字 而有了这样的简称 然而事实上 在中国的书作里 最早可以在西元185年 后汉时代的义作里 看到观音的字样 印度梵文佛典礼的观世音 是这样写的 名号译为 观察世间音声 觉悟有情 意思是以闻生就苦 悲悯众生为本愿的菩萨 随着经典的传播 不同意诗翻译 有不同的名号 观音 观世音 光世音 观世自在 观自在等等 其实指的都是同一位菩萨 也是古佛再来 悲华金云 获取善提兰界 善始杰中 时有佛 明月宝藏 有转轮王 明无量镜 第一太子 三月供佛 摘森 发菩提心 若有众生 受三土等苦恼 凡能念我 称我名字 为我天眼 天耳闻见 不免苦者 我终不成菩提 宝藏佛云 如冠一切众生 欲断众苦 悟尽自辱 为观世音 这是说明菩萨得名之来由 足见菩萨的名号 却是与他成就之后大慈大悲的愿力完全相应 释迦摩尼佛说 这位大菩萨的名字叫做观世音自在 又有一个名字 叫燃锁 也称之为千光眼 这就是菩萨用广大的智慧 来观察世间众生的音声 不管是遭苦或受难所发出来的呼救或愿求 菩萨都能查其音声予以救度 这位有不可思议 威领神通力量的观世音菩萨 是在经历过去无数的劫难中 就已经成佛了 佛号为正法名如来 因为这位成佛的大菩萨 具有无比的大悲愿力 为了引领所有的菩萨 能共同发起慈悲心来救度一切众生 使其安乐圆满自在的生活 乃在以观世音菩萨视线于人天之间 原来他们说 只要能够专心称颂大慈大悲 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名号的人 就能得到无量的福报 能够灭除一切的罪业 在生命终了时 能够由菩萨接引往生西方阿弥陀佛净土世界 所以净土世界是我们生活在这块土地上 一直以来的期盼吗 这个万众祈求的名字 我们从小耳濡目染的名号 就是你吗 佛教是教育 现在已经很少见了 在中国古代以前很多 乾隆以前佛教还是是教育 之后慢慢就变质了 这个历史不能不知道 近代来看 有传统的佛教 有宗教的佛教 也出现学术的佛教 在很多国内海外的大学开相关的课程 比如说佛教德学 佛教历史 或者佛教语社会等等 变成了学术的知识 传统的佛教呢 它结合结形二门 学者在大学开的课程比较偏向解门 也不少学者 自己重视行门 学术研究也能引导学子入佛门 我个人就是一个例子 可以视之为一种方便法门 那此外 还有观光旅游的佛教 企业的佛教 好像开连锁店一样 最后一种 邪教的佛教 所以要认识佛教是一门很重要的功课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之后再次见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